早上好 早上好 各位居民早上好 根据2046年4月 由民主进程通过的 暂时国家治安保护法第四条 真讨厌 2047年4月修正案第七条 我国领土范围内的居民 不得在法令生效期内 甚至问 违反年年将被 用手牙 Ai助手有权将其无害化处理 特殊时期国家安全至上 今天天气倒是不错 任何日以外出的行为出现 共克实现 全程范围内 我总是在想 这时的卡比巴拉的海 又是什么样子的 听今天的广播说 金也被无害化了 也不知道这三天里 它都系了哪里 我想我们都是记忆的流途 你知道这一切 会在哪天结束 在这一切发生的那一天 没有人会承认这些荒唐流途的事情发生过 他们从不播报人期 都会实现有他自己的伤害 叫做记忆 希望总是马上往前推 而记忆 我们本能丢掉记忆的包袱 也许不能 讽刺的是 人类从头到脚 只有记忆 是实在的 你不怕它 谁 我又想起了那首诗 像一只奔逃的小鸟 像一只奔逃的小鸟 我们的生活孤单着 永远在恐惧下进行 尔海 那解救我们的猖狂的母亲 永远地溶解 永远地向我们呼啸 呼啸的山丸间隔离的儿女们 因为独特的气候原因 地质学家估计 卡比巴拉海将在五年后 也就是2049年4月左右 变成一片荒漠 无论在黄飞的路上 或从岁月的清零 我都听见了 他的不可抗拒的声音 低沉地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 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 你不认为备应该在午寒 音音 你想和我去看卡比巴拉塔 音音 我们去看海了 光景是荒唐的现实 我们去看海了 不论在黄泉的路上 从碎裂的经历都体现了 他的不可抗拒的身体 一闪到 我们要在睡眠和睡眠序里 当我想见着都不信的人们